记者陈卫慈新北报道,中性男子遭前女友指控,笔记型电脑坏,调请中南修理,他却受性大发,把他扑到在床性清德城。 中南到案后称,两人是合一性交,前女友当下虽有说不要,但身体却没有反抗。 新北地检署调阅大楼监视器画面,发现女子离开时神色自若无异常,不符被害人反映,认定中南最嫌不足不起诉。 女子指称,去年底因笔电坏了,找上中性前男友帮忙。 中南在了解故障原因后,在他去买电脑零件,两人再回到中南家修理电脑,但前男友修到一半,就强行把他抱上床大王硬上弓。 他因小时候曾被家暴,害怕反抗会被痛殴,所以不敢做出反抗行为。 中南出庭时公称,前女友虽然嘴上说不要,但并没有反抗。 完事后,他还送对方到捷运站打车回家,否认是犯强制性交罪。 因女子自称没有抵抗,加上监视器画面也拍到女子离开中家时,与中南有说有效,未显露害怕惊恐表情。 又无其他积极证据证明女子遭性情,无法平单一尺数认定中南犯刑。 检放因此经与中南不起诉处分。